允廖特達位 얘기 Room丁 國語 董心 大家 allemaal 大家好 ��ING boa 今天是第一季 你們的參與班 高級參與班 開始 現身是有六七十的人 七八十的人 在這裡 明知應該有更多人會來 首先 我要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觀點的報告 參議的制度是20世紀開始 代理政治的很典型的表現 我們知道在美國這個參議員 團力是很大 可以宣戰 選檢 江河 江河 建政的開始 參議會來選檢 不是總統來選檢 江河 江河的時候最後要簽和平條約 也是要參議會來統議 所以參議會如果是在英國來說 他是上院 貴族院 下院就是平民院 眾議員 很多人 美國的眾議員四五百歲 兩三個軍 就一個眾議員 所以改成英國的平民院 在傳統的這個制度 制度學派的政理學裡面 對這個東西說很多 代議政治 想定了就是 我們的參議員 要來代表他的選區的人民 來為這個經國國家來做事 所以他這個參議員 或是中英的參議員 他不但權力很大 權力很大 而且是他的影響也很大 他輸生活裡面 應該是民間的生活 我們看美國 他這個空軍的這個 空軍軍官學校 海軍軍官學校 或是陸軍軍官學校 你如果是要去申請那種學校的時候 一定要製造一個參議員推薦 如果沒有參議員推薦 那個學校是不會跟你接受的 他們是用申請的 當然申請裡面 有很基本的 過期的學科的表現 和基本的這些 測驗通過之後 但最好在心災的時候 三點的Later of Recommendation 就是說推薦信 這就要給一個參議員 我如果沒有去不去 也有可能說要兩個參議員來推薦 這樣才有可能是 海冬、綠冬、空冬 那個學校給大家 所以 在先進國家、在後美國家 甚至我們日本也一樣 參議員、中議員 地位是很崇高、很崇高 很崇高 所以他也是很愛秀 頂秀自己 本身南地這個地位 都做很多事情 為國家做很多事情 特別是中央級的參議員 他所想、所擔心、所擔心 所擔心、所擔心 都是國家利益 更多 當然啦 我們也可以說 一定有教授的人 他擔心是高人的利益 也有啦 因為一直都在邊境嘛 我們看說 美國 最近以來 泡就是豬肉嘛 背後是湯嘛 肉湯的立法 肉湯的立法 它真的是 lock rolling lock rolling的概念 就是說 我這邊支持你提的議案 議案 把這個議案通過之後 那這邊 換你要的議案 我幫你支持 就是說 這邊叫一群人 這邊叫一群人 兩個派黑 這個派黑要求一個議案通過 叫這邊來支持 如果他這邊換這邊的議案 這邊也要支持 這樣 這種的 這種的 就輪流 把這個議選開完 跟那個 我們說 北邊就是完全 差不多意思都一樣 就是 相互相成的東西 造成什麼 造成它的議選 它在政家 在先進國家 就是這樣 普通是 我們這個 浪漫的國家 浪漫的 政治上 我們政立法典 是很浪漫的國 台灣 在中華民國這個體制的地方 沒有一天 沒有看到 說 我們的 民意代表 不管是立法委員 還是我們的 管議員 以前的生議員 他們 口口聲聲說 為民喉舌 動算了 他們在客廳裡面 變得很大 為民 高級為民喉舌 為民喉舌 為民發聲 結果不是 都是為自己的落在那裡發聲 台北台東就是這樣 所以 說起來 嚴別說起來 那都是違法的 我們看我們的 民意代表 有人說 保倉 保舵 保工廳 三包 包商 包賭 包工廠 無所不包 一個人 一個人 替黑道的 解脱他的桌 甚至 做多種 賭藏的 保證 甚至很多黑道的 因為 漸漸 他當選立委之後 他算黑道漂白 所以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這個政體 很亂 很亂 亂到說 我們這個社會 一直往下沉淪 往下沉淪的結果 就造成什麼 我們這次現實是看到的 現實是我們財政上 看到就是說 財政很困難 他算變很多 但是沒有裁員 說到要求稅 議員都不敢說要求稅 特別是國管市 國管市 我們就有 最近在 2002年 我們已經10年了 10年進行 我們一直在小分中 要求說要通過 地方稅法統治 地方稅法統治 統統治 給官長 有對 官民求稅的機制 但是 行政單位拿出來 也都很消氣 如果 提供較好的 給官員 要來通過這個案 的時候 來 缺少許稅 來做一些建設 的時候 我們大部分的議員 都反對 現在說 要減稅 大家都贊成 結果 人家說要花錢 就一直給它開出 議員要變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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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那些現象 這很多現象 就說 這個管市長 本身 好大 喜功 當時 他要什麼 他變很多議員的時候 他可以買條件 真的議員 包給條件去包 大部分的條件 都是什麼 都是議員 所以 行政單位跟議員 是相得益彰 他們高家起來之後 這個議員一直碰到 議員一直碰到 所以這就是 違反我們的協理 一般來說 學理上是說 議員 是在 看緊人民的荷包 我們常在說 議員是要看緊人民的荷包 但是議員 都不愛說議選 要創得少 大部分都希望說議選 要創得大 不是在看緊人民的荷包 而是看緊自己的荷包 一般來說 我們地方議員 是要反應民間的意見 說我這個地方應該做一個橋 還是我這個地方應該做一個公園 還是我這個地方應該要有一個口 提供一個意見出來 這方面都沒問題 他們一直反應一直反應 你爭出機會 開進到他的選口 那都沒問題 但是有時候是敲過量 這樣敲過量呢 沒有必要 他也是要要求 哪像說 國所在 有什麼青少年 娛樂館 老人中心 社區活動中心 這都已經敲過他需要 還是婦女館 老輝兒 老輝兒館 福利福利館 青少年 青少年的館 另外做公園的時候 公園 基本上是 政策和政策的所在 四周政策 中都超倍 老輝兒也能當 年輕人也能當 年輕人也能當 做 做運動 但你看 我們的公園都 去很多東西 什麼 水年的東西 酒頭的東西 結果運動空間很少 小孩如果在那裡走走走 都去酷到 還是老輝兒走走 因為水年跟磁磚 就去拔倒 要受傷 所以這都 很大的浪費 建設本身 就是要 讓每一個人 過很好的日子 結果我們建設本身 是經費的浪費 而且 那個 我們的 所謂的社區的居民 並不方便 這是很矛盾的地方 但無法可治 沒辦法上去 揭積 所以 四年前 2008年 四月二六 到五月七六 我剛去美國 去紐約 去考察 四級房貸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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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考察四級房貸風暴的時候 另外 traps 等一下 當有 몇年 東北 東北 北角的 都去 附近紐約都來的 附近都來的 台灣東鄉會 他們聽說 我從台灣來選機後 選書 三位選書 選機後 我從台灣去的 就說請我去演講 說叫我說一點情 說不然就動選這個情形 動選之後究竟對台灣未來的 經濟發展會怎樣 經濟發展會怎樣 我就認真去準備 準備這個演講過才一點點 嗯 阿公叫我寫一個 自己的簡單的李律 李律 我說簡單寫一個李律 我代表著名說 我對李領委 三四十年了 三十幾年了 我看著說我是李領委學生說 剩下就不好意思 二十分鐘而已 我還給他一十分鐘 還給他講 阿公說父母就把他濃縮 濃縮了一十分鐘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那種民動選書 大家都怪李領委沒有 跟謝長廷幫忙 阿公說這個李領委學生 阿公說來 來這裡英港的時候 可能對民進黨不佛 阿公都民進黨不佛 阿公都民進黨不佛 阿公說二十分鐘 阿公說二十分鐘 阿公說二十分鐘也可以說 也可以說很多位 阿公說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 六十分鐘 變三分鐘 阿公說三分鐘 像台後 我都沒有落書 說三分鐘 我沒有人說五分鐘 我自己說五分鐘 我就說 不要叫黨選以後 台灣會比較進步嗎 我說NO 絕對不會進步 要怎麼會進步 這裡面我就說一些理由 就是剛才我說的 不會進步的反應就是 我們經過的政治結構 都沒有改變 這邊一動選了 後來四年會進步嗎 絕對不會進步 你看它的內閣就知道 號稱財經內閣 號稱財經內閣 你的內閣總理要懂什麼 懂一些經濟理論 你要把台灣帶向哪個方向 你的經濟發展要帶向哪個方向 不要說經濟的發展 你跟店說你民主經濟發展 但你的經濟發展要帶向哪個方向 有學理根據嗎 沒有學理根據 你做一個領頭羊 你本身就不懂經濟 這個很可笑的地方 不只是國民黨很可笑 民進黨很可笑 怎麼可笑啊 蕭文昌擔任過經濟部長 擔任過國貿局長 擔任過國貿局長以後 就說他是談判高手 擔任過經濟部長以後 就說他是經濟專家 各位同意嗎 我們本來沒有辦法 溝通 我們念經濟學念了四十年 還不敢說我能夠 是一個很出色的經濟專家 他是外文系的 他是跟他做國貿局長 做個行政而已 做個經濟部長也經濟行政而已 裡面有學理嗎 沒有學理 你看美國的財政部長 我們看美國的財政部長 我們看美國的財政部長 看美國的那個 Federal Reserve Bank的主席 那Grace Bank 做了十幾年主席 他一上台1987年 馬上就黑色星期五 馬上就採取行動 1987年 黑色星期五的那一天 跌了500多點股票 突然他沒有這個什麼 藏鐵停板的限制 突然跌500多點 馬上隔天就有人跳樓了 做了怎麼辦 大家都有招放 海安 如果下去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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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樓的比較多人 我一直變 馬上就來一套什麼 寬鬆貨幣政策 寬鬆貨幣政策 所以他也能做那麼久 我在2008年去紐約訪問研究的時候 有一個是瑞士銀行的一個陳小姐 是我們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系畢業的 他說他什麼都不懂 居然念NBA 然後念NBA以後就瑞士銀行工作 做的是東方的生意 他英文很好 他很廣告 他說我從小學一直到大學 演講都是第一名 只是看這支嘴 看這支嘴的時候 他跟他的指導教授說 你們管理學 要什麼都要考慮什麼 他說 我不一定要懂這些數學東西啊 不一定懂這些 那種深奧理論啊 我一張嘴巴 就能夠講出很多東西來啦 結果也是給他拿一個NBA 然後就去做一個事情 結果他說 行李做得很好 行李做得很好 在中國的生意也做得很好 台灣的生意也做得很好 新加坡 香港 韓國 日本 做得很好啊 他說我就割這支嘴而已 他請我吃飯呢 請我在哪裡 Four Seasons 紐約的Four Seasons 的那個 餐廳啊 我坐在哪裡 告訴我那是 台中一間 很特別的那個 那個房間 我們就在那個門口 兩個Waiter 來給我們 塞我們兩個 那存在是告訴他 那個房間裡面啊 就是Grace Band 每次請 紐約的大亨吃飯的地方 Grace Band 請紐約銀行界的 這些總經理 董事長吃飯的地方 就在那個房間 我們就坐在那個門口 那個感受 然後 我就覺得 Wirace Band很有權威 為什麼有權威 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 他的指導就是誰 是鼎鼎有名的Burns 博恩斯 在1950年代 6年 博恩斯 他在那邊 發出很健康的 是總體經濟學家 他對他拆拆的時 他不是好像 拆拆得得很好的 他離開學校的時候 都在做一些 投資方面的工作 就像巴魯克一樣 大家知道巴魯克是什麼嗎 巴魯克是猶太人 他全府了島 古典被壓 也沒有討厭 他在紐約華爾街 那個地方 事件沒有找不到 那個時候 養賺一百塊 那當時 高票很高 一百塊以前 他去做高票 他發明很好 好 而且很聰明 他去研究 他就賺很多錢 賺很多錢 所以羅斯福總統 在要實施新政的時候 剛才 凱恩斯學派就開始 那巴魯克就擔任 羅斯福總統的經濟顧問 他就是在當時的心把股票都賣掉 二九二九年 他說參差協同 你把他撿破的差協同 都說去買股票 他說這樣股票沒人還買了 都要漸漸出錢賣掉 所以他賺了很多錢 關了這個學校巴魯科學院 紐約市立大學有的巴魯科學院 是他出錢去創作 這種人才能做生意顧問 像這種人 這才能做什麼 聯邦準備銀行理事主席 一樣 我們這次這個 財政部長也是一樣 也是經濟很好 跟高雄邊 邊邊的心 一出來的心 去做什麼投資方面的工作 對投資市場很了解 所以他才能去換財政 那不是 小營廠做過什麼 做過 國民黨的經濟部長 做過 行政院院長 原來我們南水平就 在民進黨集團的時候 他們是經濟專家 叫做做什麼 叫做總統經濟顧問小組的 著急人 這很大 在美國這就是等於什麼 等於美國總統經濟顧問會的主席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在美國的話 他的總統 總統 白宮的經濟顧問 委員會的主席的話 一定是什麼 學界的態度 這個學界的態度 不是只有理論而已 一定要通事務的 通事務的 我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我 兩個指導教授 一個 其中一個年輕的時候 三四十歲的時候 他對什麼研究很 體重 對水資源 水資源經濟的東西 研究我很體重 像我在卡特的時候 被徵召進入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 做顧問 他不是主席 是顧問 但當時的主席 也是很強 很強手 但是我記得 1960年代的時候 有一個經濟顧問 是哈佛大學 是歷史學法很有名 如果去做經濟顧問 委員會的主席的時候 做得很好 然後 他就做幾年之後 要回到哈佛大學 哈佛大學說不要回評書 要去做那個 這個 南部的學校 大概是 德州大學 奧斯汀 通常 要做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一定是一定會 我現在是不知道 到底歐巴馬 那個 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是誰 而且通常都怎麼樣 不但要懂總體 經濟 比如說 財政問題也很熟 經濟一策也很熟 投資市場 資本市場也很熟 累積這樣 你才有辦法綜合全盤 因為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是要跟總統提供一個經濟發展方向 這個方向的提供是很困難的 究竟你這個階段 你應該走什麼樣的 比較右派的政策 還是要走左派的政策 每個階段都不一樣 我想說 譬如說 2008年 加工馬英九 不可能把事情做好 我們看這四年來 我們的經濟 並不更好 並不更改善 比阿扁時來並不更改善多少 從2008年到20 2012年到2016年 我們不能寄予後望 不能寄予後望 各位看說 一個財政改革到這種時候 還沒有定調 當然你說二月切的這麼久 還沒有定調 但是你看這邊內閣該組 號稱是財經內閣 但財經內閣 本來就不是一個團隊 不是一個team 這要在短時間之內 產生一個堅強的一個團隊 是非常困難 因為各部一定要協調 財政部 要做財政改革的時候 一定要跟經監會協調 一定要跟經濟部協調 一定要跟經管會協調 這個協調是非常費時的 開時間的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說 這個問題 一方面是行政單位的摧弱 最嚴重的地方在於我們的 立法部門的摧弱 為什麼馬英九沒有辦法做好 因為我沒辦法號令立法部門 堅決指出一條路說 我就是要怎麼做 這是馬英九領道上的失敗 比如說 2009年 年底的時候 他說要三都十五縣 台中縣 台中市要合併 變成第三個院俠市 我中部人呢 我想會這個合理喔 但是他一直找我去做研究 變成他們的這個自郎團之一 我跟否決 我說不要啦不要啦 我齁 我齁 我不是你們國務黨的 我的主張 跟你們的主張可能不一樣 主事單位是內政部的 那當時部長就是現在 國民黨秘書長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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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用兩個姓姓 一個是我的堂哥 蔡勳雄 他來幫我拜託 一個蔡正文 啊 當然不要啦 幫忙一下幫忙一下 我說 很多年輕的比我還優秀的 沒有人找我 他說 看他們很多分鐘 看你的分鐘 看來看來還是你的比較好 還是你寫的比較踏實 各方面都推薦你 所以 請你一定要勉為其難 幫一下忙 幫一下忙 6月30號交稿 所以我對 2009年12月開始的 這一個百多兩天 一直給 參加他的會議 內政部召集的會議 參加他的智庫的會議 在6月30號以前 寫了兩篇文章 寫了兩篇論文 一篇文章是寫 1999年 財政收支發分法的修改 以回顧 回顧於 1999年一後 一直到2009年去中間 為什麼他是失敗的 整個修法是失敗的 未來應該怎麼樣子改進 再來第二篇是說 三都十五縣 的財政收支發分法 應該要怎麼做 改了以後呢 對三都有什麼影響 對十五縣有什麼影響 再來 他現在變五都了你知道嗎 五都了 你知道 文章是寫三都 最後是變五都 我就要把資料 重新改過來 把它寫成五都 但是我題目還是三都 事實上是五都 所以變成五都以後呢 五都會怎麼樣 另外其他的縣市會怎麼樣 合理的財政收支發分 應該是怎麼樣 那個文章我在那個 上一次我們的高級行政班裡面 我有提供給我們的同心去研究 如果我們各位參議員 我們不管是中央的或者地方的 有需要 可以跟那個張揚生索取那些文章 那些文章很多都是在談財政 經濟總體經濟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 當我完成這些文章的時候呢 我就看出來說 整個規劃 不一定只有在財政面 而是在政治面 因為他希望說 國民黨希望在五都選舉的時候 能夠取勝 沒有想到還是撕掉兩個都 本來以為說 這樣做下去之後 他可以五都選舉嘛 像這個也拿四的都 內部會議都這樣說 因為我參加內部會議 這是很可笑的 結果 輸兩都 應該我說還是輸 隨時 我們看來已經贏很多 基本上就是說 經濟的改革 往往掛上政治的需求 有政治的味道 然後我們說 不管他是三都還是五都 地方的政治 地方的經濟 因為這個 我們目前的這個 議員 議會制度 體質完全不改 那個文化都不改 政治文化都不改 我們這邊去日本看 日本人的建設 比30年前繼續好 我30年前也去 人家考察 感覺上 這邊是要去 30年前的人家 進步很多 很清晰 我今天 參加一個 因為我媽媽住在病院 我媽媽的隔床 一個是經常去日本 她說去日本的這個 日理日本那邊 一個地方 她說她有朋友 住在那裡 所以經常去那裡 我問說 你有沒有覺得說 他們那時候 就是鎮腳 住在半山腰 他的病院的地方 殘兵的道路 是不是都很清晰 水膏是不是都很清晰 她說 那水膏裡面的水 都可以洗乾淨 路都沒看到 垃圾 水膏也沒什麼 塑膠袋也沒什麼 什麼爪 黑白彈這樣 都洗去年了 她說 我好想去那裡 去那裡 去那裡 新國的日本 水噹噹 洗去年了 你看我們台灣 有一個地方 沒有三寸土是平 沒有三寸路是平 沒有三寸地是沒有垃圾 什麼 啊 扣水扣這麼多 還說要給我們加水 誰 各位不知道看人家 沒有 說王建軒啊 說他要什麼 他要來做財政部長做兩天 要加稅加到底 有這種的論述出來 我實在很幸運 要寫一名文章給他 電話說 你是要對一對加水 你當水都關到這樣 你要對一對加水 你對 一旦你把它加水下去的時候 你知道嗎 港上街走哪 街走哪 街走哪 快走去海外 你台灣經濟就海了了 所以啊 我們的民政務 大頭很重 可是我們如果有一天 真的拿到賬款的時候 告他 一定要過去這 什麼民意代表 不管是 行定民代表 還是說 管議員 還是說 立法議員 他都完全不一樣 這個腦筋都要暖過 不可以跟他們一樣 很慌 對啊 他腳比較濕濕 去以外說 我們民間需要什麼東西 告訴我們這個路面 應該要 踏一個路面的時候 應該一級就是一級的 不能說 踏一個三級的 現在路上就都海了 裡面就都積水了 感覺底下都軟了 這個腳踩一個走過 完全崩潭 所以都沒有三寸樓是白的 歷史這樣 做腳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什麼 這個腳一旦做的時候 是要用30公里 50公里 不是要用3公里 5公里 既然你要做腳的時候 你會做比較寬 將來這條路一定要透寬 因為這個地方人一直增加 對比這個預測一定要 預測30公里 歷史說 我們常在說 我 明知 我有些切片 放在這裡給大家 我在背影什麼 背影什麼 背影六連國建 說是王國計畫 我用什麼來背影 我用十項建設 我們就俄羅十項建設 不是說獎金國十項建設 是偉大的不得了 但是讓我看起來是失敗的結果 我在1990年的時候 小郝浩村看的文章 在說 十項建設 沒有一個是成功的 怎麼說 舉例說明 台中港 不然我說1991年的時候 人口的50萬 客戶吞吐量 跟基隆平均 有嗎 這有嗎 這已經2012年了 超過1991年 已經21年了 這樣 有50萬人口 台中港區 沒有 要是人口流出去 客戶吐量有 基隆那些沒有 也沒有 所以才把很多大眾物資 都在那裡進來 表示它有公寧 但是 每年每年 你清除淤沙是不得了 我要寫的文章的時候 是 走到什麼 我在 1975年76年的時候 說說 台中港區 那個 那個 營運的 那種 功能跟 經濟效益的時候 我走到他 那個 防沙鐵 用 走到防沙鐵 最頂端 最 海的那一邊的時候 去看 看海水 海水裡面都流沙 很多流沙 很多流沙 所以是不能看 很久的 看 很久的 看 很久的 這個不可行啊 不然 不然 外面要做台中港 這樣 結果 各位 我們那天說的 一本筆 那個 鄭千元在這裡說 一本筆這個東西 什麼 效益 總的效益 除以總的 成本 要大於 那個一點也不大於 可能效益 零點幾 零點一 但是呢 他們在規劃的時候 寫什麼 寫說 台中港區 台中港 從建造完成 它的效益 一本筆是 2.54 我記得很清楚 那裡面多少 腐爛的東西 多少 不切實際的規劃 鄭千元好大的時工啊 本來是說 九項啊 人家說 你有沒有十全十美 所以 又加一項 本來是說 台中港區就是 不做你 勘揚怎麼說 不可行啊 因為一本人就算過了 那流沙那麼多 結果他說 因為十全十美 是要從 加一項台中港區 都喊了 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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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委員告訴我 他就把關 不可能把關 為什麼不可能把關 因為鄭千元是獨裁者 他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而且當時 國民黨的立委很多嘛 在1972年 1973年的時候 哪有幾個 黨外的立法委員 沒有幾個啊 他為首欲為啊 但是我們將來不一樣 將來的時候 我們的施政報告 都要由總理大臣向 我們的參議員報告 集長也要對我們的機會參議員報告 讓參議員 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沒有議員堂的東西 但我們不希望有議員堂的東西 不是說總理大臣說的算 不是州長說的算 而是經過議員討論以後 這個討論 不是對他在發牌圈 三個三個本 發牌圈三個三個本 是怎麼樣 要怎麼樣 要這樣 要這樣 稱讚 對嗎 因為你是拿六歲錢的錢 你來做這些工作 所謂的議員 是因為你本來有本業的 你在社會上 你的事業已經有相當的成功的程度 那你為了要服務民眾 所以你不需要拿民眾的 不需要拿民眾納稅人的錢 你願意來做一個純粹的服務 所以你來選議員 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長男不是說 二十歲以上就可以選議員 也不是三十歲以上就可以選議員 我希望長男的定義四十歲以上 你事業優勝 為了服務社會再來選議員 這裡有所謂的政理社會來控制這個政治 這裡也不會所有的說 大財團的主題來選議員 選管長 選民意代表 或是選這個行政修長 然後就僵立一個什麼 僵立一個政權 不是這樣 因為你如果是財團跟政權合作的時候 雜丸都變成福利兵這樣 然後 所得分配 差距越來越大 財團跟政權合作就是國民黨的形態 國民黨是怎麼做 他們在中國的時候 財團跟政權合作合 隨時當時 很多資本跟大財團 是孔宋四大家族 在控制整個中國 他要控制整個中國的心 當然是肯親蠻切 肯親蠻切 肯親蠻切的關係 他們在好康 其他人都不好康 這是怎麼說 中國 那個 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失敗的原因 這次共產黨走的路 跟他們一樣 所以 面對有陰謀 台灣人 亂說 他是台灣人 中國人的時候 他是讓他抗死而已 我們怎麼這樣想 所以 基本上 我們所要求的 代意識是 有骨氣的 人家就說 我這個主張 如果沒辦法承認 我就不會做 可是我這個主張是健康的 你沒辦法聽 我就不會做 因為什麼 我就無幾次 就是比較多 都承不承認 平常你也不領薪水的 是跟我們開花新婦 你承認不承認 可是你沒辦法去 那幾句 我絕對沒辦法貪婦 我絕對沒辦法去跟人 政生高潔的 你做的 你才會漂白 做這個議員 你才會公營 所以現在 我們大家都很富豪 但叫你去選公營 你如果沒去選 叫你去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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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你如果沒去選 不屑以之為伍 我們才有 不屑以之為伍 當然我過去 2000公營的時候 怕沒路 所以想 不然來選這個議員也好 你領域還一直給我鼓勵 所以我有在想 但是我不緊張 沒有拿名我也沒辦法 黃旭文那時候 台南主席 黃旭文沒有拿名 我也沒辦法 我說 啊 我的興趣在拼經濟 不是在拼政治 因為拼政治 不是那麼簡單 在國民黨的這個貼紙 在中央民黨的這個貼紙 朝中無人莫做官 我現在要拼政治 我早就把李廷委要求 說 欸 老師你不把他拼一尾 現在也拼一尾 哪補 我就不去搖籤 要求 很多人跟他說 你的主導教授 你當總統 你為什麼不跟他 要個一官辦主 人家沒什麼人沒什麼人 沒什麼人就拼一尾 他就把他拼一尾 說 你如果想到我 自然就把他拼一尾 你如果想到我 我去搖籤也沒意思 啊 我沒辦法 在國民黨 體制裡面做那個官 因為國民黨 體制來做那個官 就是表示說 你要跟他人家怎麼 你要跟他人家 要跟他人家 要跟他人家 我沒辦法 因為我們知道 那個體制不好 有一天你真的說 他體制不好 你要外出的時候 可能不容許你 平平安安的退出來 能夠 這個 像我這樣做局長 做年齡 我都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全身而退 是一個幸福的事情 是很好的事情 林向凱 我的學生 當高雄市市長 他說老師你怎麼沒事情 我就沒事情 我過了幾次去過 我過了幾次去過 離開那個職務 他已經七年了 要七個案子 幸福心 一天還在找他 我都沒有 問題是 你一定 某些方面 你沒有遵守那個原則 沒有遵守那個原則 我是很遵守這個原則 所以 當然我也知道 我為什麼要遵守原則 我不怕這次去議員 我一年到的 我就要他搶了 像我說 路邊停止社會 我的主張 可以全家遵守 議員都給他頂了 我給他發聖 我說好 這在研究中間 管長就聽我說 他說這僅此研究 還不到要實施的時候 隨時我底下已經 派人一直進行去做 我自己也這樣 到處去調查 到底有多少位 可以收 多少 可以每一個 像我土耳其 跟中的大生 可以 為多少位 多少位 我就收多少錢 然後再帶我的 相關的 人員 走去台北市 去幫他取經 去幫他拜訪 台北市 那個庭館處理處長 又是我的學弟 台北市 幫你們找到的學弟 我就去 自然都跟阿嬤來研究 研究一番 我就真的 告訴我 都衝好 整個就緒以後 我就 開始收費了 以什麼為名 以整頓交通為名 以整頓交通知識為名 從來開始收費 現在他們都很感謝我 因為這幾年 太困難了 土耳官 這當然是土耳官 所以議員 要看 我們希望各位 不管是中央的議員 或者是地方議員 要看園 要做一個圈 像華江橋 還是台北橋 要做一個圈 一定要做得看 因為你 土耳有一個特寬 不能去那圈 縣上去 我記得 我看一本 油漬 是澳牛油漬 說到牛西蘭 300多的人 300多萬人口 結果他就 澳客蘭一個圈 可以 大概同時 50部車在走 你如果說 我們高速公路 是多差 高速公路 也是一個失敗的 價位 像這個號稱十大建設 在我看也是失敗計畫 我在1973的時候 1972、1973的時候 我是十項建設的 財務規劃的一個人員 一個成員之一 一個成員之一 當我1979年 從美國回來 搭國光號 一上高速公路 我就掉眼淚了 我說這樣爛的高速公路 各位在塞車 你有注意嗎 我們的二車很細節 你看不清楚 當你近的時候 看要右轉左轉 已經來不及了 你花那麼多錢 弄了一個高速公路 已經夠狹窄了 結果你連那個周邊的設備都不好 另外你說要出口的地方 在美國出口的地方 這個地方出口 有什麼重要單位 都會列在那裡 很清楚 既然我第一次 要在中央研究院的時候 我出了成功路的時候 不曉得中央研究院怎麼走 我跑到汐止再回來 本來在成功路下去 到南港就是中央研究院 這裡這麼重要一個中央研究院 他都沒有留一個 說這個方向要去中央研究院沒有 在美國有出口 他會告訴你 比如說那個地方有一個大學 就是大學的名字 往那邊右轉就出去就是大學 我們這裡都沒有 道路太狹窄 只有你看從基隆到台北 只有四縣道 從台北到桃園到那林口 本來只有多少 來回是大概是六縣道而已 一直延伸到揚美 過了揚美也是四縣道 這也是很失敗的叫 就是很短視 我記得 我記得我在1975年 在東方大學教書的時候 就跟學生說 十年後 每一個同學都可以開得起測試 大家也說 哪有可能哪有可能 結果呢 十年後真的每個人都可以開得起測試 我在1979年進到中央研究院 我們在蓋學人宿舍 那個地基很大 我就主張什麼 地下要挖空兩層B1B2 至少要給B1 我們研究院的人怎麼說呢 沒有三部車幹嘛 弄一個地下室停車場呢 二十年後 每一個家庭都有車子 而且一個家庭要兩部車 到時候你就沒有地方停車 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已經三十年了 都沒有停車位 那時候按照我的構想 那很大的地基 車三家庭 兩三家庭 兩家庭 兩家庭的土地 你如果說挖空的時候 整個停車場 停車收位 住在社區的人 一個人一個一年收 一個月收一千就好了 社區外來收兩千 不得了這生財之道呢 現在都沒有的時候 結果如果要修理電梯 要修理牆壁 都要求錢 大家就沒有了 這沒有概念 沒有望遠 望前看 所以我非常怪罪什麼 怪罪當時在規劃十項建設的 特別是高速公路的那個 運輸計畫委員會 那裡面有很多我的學長 學弟學妹 他沒有看 那個規劃的時候 用既量經濟學生的時候 沒有去看得像 5年10年的時候 所得會怎樣 所得會加倍 那是什麼 所得加倍 人口也會增加 增加的結果的時候 你就融資 所以整個還有 台北市的人口密度 全世界都市是最高的 一平方公里 一萬人以上 這種的地方 比女兒更嚴重 結果扭的85公路是出去實現 進來是實現 我們完全沒有這個觀念 沒有這個規劃 這是完全失敗的 所以將來我們希望說 我們的官員 要我們說看 我們的議員也一樣 按照道理是議員 不能提增加預算 我們現在看我們的議員 經常這樣 經常有議員 但將來的時間 我們可能很開放 人家說 你如果這個球 改動市做 這個路 如果改動做一百米 就一百米 有台中來就知道 台中港同市 本人幾乎多少 一百米 那種人 那種人 曾市長 要開八十米的時候 整個報紙 八十米的時候 一直拚 學生給我問 老師你覺得 八十米會不會太寬了 大家都覺得說 六十米就夠 我說不夠 一百米以上 至少一百米 不是八十米 想後期一百二十米 不然的話 過二三十年的時候 會擁擠不得了 現在已經搭車搭到不下 那是怎樣 因為它是連結 台中港跟台中市中心的 這種過程裡面 你要看很遠 一百米以上是最適當的 我最感心的就是說 各位 常來做參與 要去看什麼 看自己的兩條公路 九十米 比台北的那個公路 比台北人的路 比較高的感覺 九十米規劃得很漂亮 那張保雅手下做的 那也是日本時代 日本人的都市計畫裡面的 兩條九十米的道路 那是日本時代 真正實現日本人 當時統治台灣的那些官員 所做的規劃 台灣只有這個地方 有真正實現它了 另外就是仁愛路 但是仁愛路 很可惜 末端就已經狹窄了 就不夠了 新一路也沒有按照 日本時代的規劃來做 各位如果有機會去看 加二七 那兩條九十米的路 外面 人行步道 再來就是車道 再來就是飛行 再來就是車道 四個車道中間 又有一個什麼 一個安全島 那個花園 那邊種樹種草 寬度大概是這樣寬 從這裡到那裡 大概這麼寬 從這裡到這裡這麼寬 只有這個 這裡面 這邊就是已經是道路了 道路 花園 道路 過花園 所以中間的 中間四線道是比較寬 中間四線道 是來來回語四線道 向北向南四線道 再來就是花園 這花園它是種樹的 再來又是 南下 再來是北上這樣子 一個道路 大概兩仙道 再過去又是一個什麼 一個花圃 然後再來是人行道 人行步道 人行道的過來 假定說是路中間對不對 這人行道在這邊 然後再來就是種樹的花園 然後再來就是人行道 就是車道 再來就是種樹的地方 再來又是車道 這種樹的地方 再來是車道 這是四線的車道 再來又是跟這個一樣的過程 做得很好啊 這個是 不是我們的行政單位 要這樣有規劃的能力 而參議員也要提供意見出來 像我們要做到台灣 變成像先進國和黑進步 就是要用這個方向去做 像日本人 那個時代 來規劃說 長久以後我就需要這麼大的土地 這麼大的路 這樣我們經費才會升起來 你們重複見識 重複見識 偷寬都是花很多錢 寧可 一開始就做得很好 而不要說將來再來改進 時間就有這樣 我已經跟我說 跟騎過五分鐘 今天有一點啦啦沙沙 說了比較複雜 但是 很多都希望說 我們民意代表 將來參議員 在接政以後 要有這樣的觀念 不能去擁有 中華美國 民意代表那個派習慣 絕對不可以包裝 不可以包毒 不可以包工程 不可以增傷勾結 那如果是增傷勾結 涉及貪污 就是槍斃 只有這樓而已 所以大家互相共勉 謝謝各位 謝謝 Q力